大家好,我是小安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每天为您分享健康养生知识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肾脏作为我们身体的重要器官 对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大 很容易就会忽视肾脏的保养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 可有效帮助肝肾排毒 强肝肾 去除泡泡尿蛋白尿的神奇食疗方 那食疗方坚持喝上一个星期 可有效帮助我们排除身体的肝肾毒素 强健体魄 让肝肾恢复健康 肾脏是我们人体的重要器官 它的作用是生成尿液 清除我们体内的垃圾和废物 尿尿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你有没有注意过 尿液有时会突然的变得很臭很黄 或是带着泡沫呢 要知道 尿液也是人体健康的感知器和预警器 人体健康的变化 有时尿液是最先感知并发生变化的 如你的尿液出现了这种现象 那你一定要引起注意了 那就是泡泡 尿尿时如尿液出现泡沫 原因可能分为两种 一种是生理性的 而另一种就是病理性的 其中生理性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 尿液中的有机物过多 尿液中含有的一些有机物 比如葡萄糖过多 就会使身体尿液的张力增加 就会出现泡沫 这属于正常的冲启的泡泡 持续的时间很短 一般就要和身体的状况无关 我们不用太担心 第二 以性兴奋或是性生活有关 当性生分或是长时间没有性生活 前列腺分泌的粘液就会引起增多 造成尿尿的表面的粘度增大 使我们尿液出现泡沫 第三就是我们长时间的憋尿 在我们长时间憋尿不能及时排泄的时候 也会造成膀胱内尿液浓度升高 排尿爆发力强 冲出泡沫 那么病理性的原因 大多数是身体尿路感染 或是糖尿病肝病病变 如我们试尿液是长时间的不正常 那建议还是要去医院做专门的检查 下面我们就随着视频一起来看看 这道食疗方式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20克的黄芪 黄芪是肾病患者最喜爱的中药材 在医学上 黄芪是一种临床使用特别高的中药 刘先生也曾说过 黄芪肠也 黄芪摄黄 为补药之肠 因此得名黄芪 黄芪是中药治疗肾病水肿的 非常常用的药物 近年来医学研究发现 黄芪可减少蛋白尿 减轻身体肾脏损伤 具体来说 黄芪有以下的作用 第一 可补气 提高身体免疫力 预防身体感冒 降低身体肾病的复发率 第二 可双向的调节血糖 既可降低糖尿病导致的高血糖 也可将药物所致的低血糖升上来 第三 可有效消除肾气水肿 还有糖尿病引起的水肿 第四 对于高血压和低血压均有调节的功效 少量吃也可以升高血压 大量的吃可有效降低血压 第五 可饱肝 通过促进核糖核酸蛋白的合成 使细胞生长旺盛 寿命还会延长 第六 可有效降低蛋白尿 保护身体肾功能 晚期可降低蛋白尿 减轻身体肾脏的免疫炎症反应 从而延长我们肾脏的纤维化 起到保护肾脏的功能 控制血肌肝的功效 我们先来 把黄芪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放一放备用 接下来准备20克的黑豆 黑豆具有补中益气 强肾排毒的功效 特别适合肾虚患者服用 既可以很好增强肾脏机能 还能促进身体肾脏排毒 黑豆清洗干净后 我们控水捞出 把它也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 我们再来准备20克的芡食 芡食富含大量的淀粉 并含有脂肪 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钙 磷 铁 粗纤维 和黄素 硫氨素 胡萝卜素 和维生素等的微量元素 主要可治疗糖尿病 皮须水肿的病症 嵌食的功效和作用 第一就是清热力湿 嵌食有清热力湿的功效 可有效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湿气 对湿热引起的皮肤疾病和尿道感染 都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第二就是补肾固精 嵌食可以补肾固精 对肾虚引起的腰西酸软 胰经 阳尾等症状 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第三 有滋补心脏 镇静安神的作用 对于我们失眠 焦虑 心悸等待心理问题 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第四 具有益气健脾的作用 可以增强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 改善我们身体食欲不振 脾须变糖等等症状 第五就是补充益气 嵌食具有补中益气的作用 嵌食是一种注意滋养强壮性的食物 和莲子比较类似 但是莲子的疏远固精作用比嵌食香气 具有补中益气的作用 就是补皮止泻 嵌食具有补皮止泻的效果 嵌食对治疗慢性泻血 临床小便贫素 小便不净 沐鱼滑精和妇女白带多 腰细酸软都有很好的疗效 嵌食洗干净后 也捞出放一盘备用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20克的茯苓 茯苓的功效 第一可驱失沥水 茯苓可调节人体内部环境的平衡 具有驱失、利尿、消肿的功效 第二可抑弃健脾 茯苓要补益脾胃 增强身体运化能力 加强身体肠胃吸收的作用 可消失、减少身体腹泻 增进我们食欲 改善身体乏力等症状 第三就是安神助眠健脾 茯苓有宁心安神的功效 可有效用于失眠多梦、渐乱、心悸、口臭等 第四就是可清热解毒 茯苓可清热解毒 用于湿热、水痘、刺春等等症状的辅助 茯苓也清洗干净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一小节的山药 山药对肾脏来说是一个非常保健的食品 山药不仅可降低肾炎患者的尿蛋白 还可以降低肾衰竭患者的血肌肝和尿碳素 保护身体肾脏 山药之所以这么神奇 是因它含有一种叫做山药多糖的成分 山药多糖可消除自由基、抗氧化 增强身体肌体的免疫力、防止癌症、延缓身体衰老 不仅如此 山药对于肾病的治疗还是体现在它的质本上 山药多糖不仅可以减少身体炎症的发生 还可以减少自由基的产生 人体过多的自由基是慢性肾病患者的炎症发病的根源 我们平时经常吃山药可增强肾脏的排毒功能 而且它还有补肾、补皮、补肺的功效 山药清洗干净后 我们不用去皮 直接地切成片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养生锅 把这些食材全部地放进养生锅里 加入1000毫升左右的纯净水 开大火煮10分钟 中国大概有1.8亿多的慢性肾病患者 最终都是得尿毒症的 只是一小部分 大部分的患者可通过合理的治疗 我们定期的复查、定期保养都可活到长寿 不会得尿毒症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要控制纳炎的摄入 建立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加强营养和身体锻炼 这样我们老了才会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好了 朋友们、家人们 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见见康康 平安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